阿蛇 我們今天要進入到教科書的ática ct1 以及 section 1 那麼在 suced1的開頭它有一些文字 在 Chapter 1 的開頭也一樣有一些文字 那我們會先進入 Part 1 的這些敘述 然後再進入 Chapter 1 的敘述 然後才進到 Section 1 這個是今天我們所要談的內容 因此今天所談的部分 事實上還包含了 這個開頭的一點點 這個一小部分也就是在書裡面前面的 這個 Prelude 的部分 這個是用拉丁數字 也就是羅馬數字所標示的 進到 Part 1 之後才開始是 阿拉伯數字 很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一本書在寫作的時候 那麼它通常就是從這個正文 也就是 Part 1 這裡開始寫起的 那麼所以 編碼是從這裡開始第一頁 但是等到整個書完成之後 那麼作者可能會寫一個序言 或者導論等等之類的 那麼這個後面才寫的 就會用拉丁文來標示 那頁碼當然也是 因為他也是事後才做目錄 那麼也會放在這個拉丁文的部分 這個是以後各位在寫學識論文、碩士論文的時候 大概都會經歷的 必須要知道的一些小嘗試 那麼我們首先就進入到這個 Prelude 的部分 在這本書的這個開頭 我們在這門課的一開頭 我們就講過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Deepest Human Life 然後副標題才是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這個是關於這本書的書名 那麼在這本書的書名裡面 在 Prelude 的部分 也就是一個 序言的部分 那麼他談到了 這個書的書名 那這個書的書名顯示了就是 我覺得在中藝本那邊跟在音藝本 繁底子的中藝本跟 簡底子的中藝本他們的翻譯其實都有 有一點問題 那麼在繁底子的中藝本就把它換成叫做 在生命最深處遇見哲學 從這本書的 這個中藝本的書名來看的話 彷彿 這是 不太容易遇見哲學的一件事因為 他必須要走到最生命最深處 然後才能夠 去遇見哲學 但是呢 書名呢事實上是出自於 在 我們的書裡面是在 這個 Prelude 的 第1頁也就是 羅馬數字的第9頁的地方 那個最下面 他提到說 這個書的書名其實 是出自 William James William James 的一句話 那麼這個就是 這個 William James 他 是美國的一個哲學家 同時也是美國的心理學之父 美國的心理學之父 那麼他 我們常常談到美國的哲學 主要的就是 就是 實用主義 那麼這個實用主義 這個就是 William James 所 這個創立的 在這個 19世紀末 20世紀初的時候 William James 他講了 這樣的一句話 他說 The deepest human life is everywhere 到處都可以看到 最深刻的人的生活 那麼如果從 這個 William James 的這個說法來看的話 那麼事實上 遇見哲學這件事情 看起來不是那麼的困難 因為我們在 到處都可以看到 這種最深刻的 這個 人的人生 的這種經驗 那麼所以 繁體綜藝本把它翻譯成 在生命最深處遇見哲學 然後呢 他把 The deepest human life in everywhere 也就是在 羅馬數字第九頁下面這句話 他把它翻譯說 最深刻的人生 無需深求 它就存在於每個地方 我覺得 這樣的一個 說法 未免有點自打嘴巴了 就是說你 書明你把它翻成這樣 結果你後面這個 The deepest human life is everywhere 你把它說 那是不需要深求的 這個 這樣的講法 好像有一點矛盾 OK 這個是關於我們這個書 這個書名的地方 那麼所以在 這本書的書名裡面 它其實要談到的就是 關於最深刻的人生 它事實上是在 我們的生活當中 在很多不同的人的身上 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 那麼 在 這個 這個一開始的這個序文裡面 它 那個 prelude 它後面寫說 prelude on light pollution 光害 and the stars 以及星星 所以它有一個標題 就是光害 跟星星 那麼它談到現代的人呢 因為 生活在到處都看得到 光的地方 到處都是燈光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就很少去看星星了 那麼對於我們這個作者 Samuelson 而言 這個 星星其實非常的多 只是我們 已經很少去 注意它 就好像這種最深刻的人生 可能就像星星一樣 因為它 everywhere 就像星星一樣 滿天繁星 但是呢 因為光害的關係 我們已經 不太去注意到這件事了 這個是在序文裡 他所要做的一個比喻 那麼在這個比喻裡面呢 他引用了一位 這個 印度的 這個 古代的 一個 一個哲學家吧 他是屬於 這個早期的印度教 的一個思想的 哲學家 叫 Kabir Kabir 那麼這個 Kabir 在我們的書裡面 第九頁的 這個 第六行的地方 那麼他就提到 Kabir的一句話 他說 they squander their birth in isms 那麼各位知道 izm 這個字為 其實就是什麼什麼主義 或者在有些時候 我們可能把它翻成什麼 論 這個 理性論 經驗論 微心論 微物論 那個 izm 那麼他 這句話裡面他說 說他們把他們的生命就什麼 就把他們的這個出生 出生在這個世界上 結果浪費了太多的時間 在這些 izm 上面 那麼 Kabir這個話 他用來談 光害跟星星的話 那你可以 也許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izm 就好像某種 光害一樣 他是某種 我們掛在嘴邊的 術語 很多人 這個 上 哲學的 課程 或者是 修這個哲學概論 他可能什麼 聽到太多 令人炫目的 或者是令人 這個 覺得 這個 惶惑的 那樣的一種 什麼主義 或什麼論 那他覺得 這個 好像很值得研究 但是事實上 這些都只是什麼 都只是名詞而已 我們進入到哲學 其實要去看的是 那些 深刻的人生 而不是 把 這個 我們的 時間 浪費在 這個 談這些 遺症上面 那麼 通影片上面的 這個是 網路上說可以找到的 這個卡比爾的 這個 圖 他是一個 哲學家 可是他是 這個自己 在 織布 自己在織布 那麼他是 1398到1448 所以是非常早期的 這樣的一個人 那麼 在第九頁的這個地方 他談到這個 卡比爾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說 He is thinking of the few major religious traditions of his day 他說卡比爾講這個話事實上 他說 想到的的是 他所活的那個時代的幾個主要的宗教的傳統 宗教其實很重要的是什麼 那個宗教的內在 對不對 了解那個宗教裡面重要的內容 可是呢 很多時候 他說 人們注意到的是那些 那些族裔 那些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觀點 因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東西 那麼他在講這話的時候 其實就像是說 我們注意到的其實常常是這樣的燈光 他們形成的光害 忽略掉了信心 他說 but the idea applies even more poignantly to our collection of religion's political affiliation spiritualities identities fabricated by marketers 這個市場 就是這個為了要增進市場上面的需要 所以就什麼 炮製了很多很多的 這一類的讓你認同的主義 或者是理論 那麼他說 fabricated by marketers and even theory contracted in philosophy department 他甚至有些炮製是 哲學系所製造出來的 哲學系製造各種炫目的名詞 然後讓別的人覺得 這個好炫目的感覺 就是感到驚訝 但是我們並不是要把時間 放在這些上面 放在這些 構成的光害上面 因為往往這些術語這些名詞 反而妨礙了我們去 這個抬頭看看天空的星星 抬頭看看那些最深刻的人生 這個是他在這裡 這個序文裡面 這個標題 提到這個所謂的 light pollution 提到的光害 他所要做的一個說明 OK 這個說明之後 他後面就講到 這個 William James 所說的 這句話 他說其實 如果我們 注意我們周遭日常的生活的話 那麼我們就會注意到這種最深刻的人生 事實上就在我們周遭當中 很多人其實他過的 他的這個生命當中就有很多很深刻的東西 那麼哲學呢其實是幫助我們去挖掘出這樣的一種深刻的東西來 在這裡他談到這樣的一種看法 在那個第十頁的地方 那麼他因此就這個說到 他說這本書事實上就是什麼 要讓我們去注意到這些東西 在這個 序文的這個開頭的地方 這個是序文一開始 我們 簡單的說了 那麼他 這個書名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他序文 其實寫的蠻長的 有很長的一個篇幅 他其實寫到他 自己 寫到他自己 談到他自己為什麼在一個社區大學 這個教書 這個是大概就是序文的這個第2節的部分 那麼在第10頁到第11頁的這裡 那麼他談到 他說 Though I have proven myself capable of publishing articles and given papers Giving papers in the world of philosophy 我已經證明了我自己是有能力去 出版一些論文 然後這個在這個所謂的哲學的世界 因為 即使是 我們現在所生活的哲學的世界 他也在一個大的資本主義的一個體系底下 所以 在這裡面充滿了競爭 那一個 學者他要證明他自己 是適任的 他必須要什麼 不斷的出版他的論文 這個是在任何一個科系 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他說雖然我 我已經證明 我是我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 I rebelled against the prospect of micro-speciality and the bureaucracy of tenure 那麼他說他 違背了這樣的一種 他所謂的 the prospect of micro-speciality 那麼這個 specialty 就是一種 這個專長 那micro-speciality 就是非常 這個狹窄的 細的 專長 因為在資本主義的這個體系 我們說一個人 他所做的就是 分工裡面的一件事 哲學過去我說 哲學讓你看到全體 應該是這樣 但是即使是 但是即使是如此 那麼在 只有在哲學概念的課上 否則呢 你一旦進到哲學的進一步的其他的課程 你所看到的就是 每一個老師都有他所謂的 專精 對不對 專精於比如說 形上學 還是知識論 還是心靈哲學 還是什麼 那麼這些不同的專精 就是他這裡所說的 micro-speciality 那麼 他說他 雖然他也可以在 這樣的一種環境裡面生存 可是他已經不想去做 這樣的一種 prospect of micro-speciality 那麼他也不想去什麼 去適應這樣的一種 beurocracy of tenure 那麼這個beurocracy of tenure 就是大學教職的一種官僚制度 那麼 這個學校裡面隨時對老師做各式各樣的評鑑 然後看看你試任不試任 對不對 那麼 還要不要繼續 發聘書給你等等 他說他 決定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所以他脫離了 這樣的一個領域了 所以我雖然到哲學的這個領域來 說這是一個 無限的絕對的世界 但是 我所生活的空間 至少在台大的這整個體制裡面 你事實上是不是 這樣的一種 無限的空間當中的 那我們在整個 這樣的一個社會的運作裡面 你必須要去適應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Samuelson他 不願意接受這樣的東西 我接受了 我接受了 但是我拿他的書來當教科書 OK 那麼這個是關於在 的部分 那麼 我們也許就簡單的 看一下這個 的 我要進到 這本書的正文 也就是 阿拉伯數字的部分 因為這裡才開始真正的開始進入到這個哲學的領域裡面來 那麼這個 第一部分 Part 1 這個標題就是 What is philosophy 事實上 在前面的三週 我已經有很 長的篇幅在談 What is philosophy 我相信 經過這三週 如果考試問你說 這個要為哲學下個定義 你應該還是沒有辦法為他下定義的 但是 這並不打緊 重要的是我們在那裡面 這個學到了什麼 那麼了解了一些哲學的特性 那麼也許他 不足以讓你去為他做一個 精確的定義 但是你已經 初步的掌握了一些哲學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看 就是在Samuelson的 這個Part 1 他談這個哲學是什麼 他怎麼去談它 其實同樣的 他也沒有給他 任何的定義 你在這裡面你其實也找不到定義的 但是他也談到了很多哲學的特性 那麼在這個Part 1的一開始 他在每一個Part 的這個開頭的地方 甚至在每一個chapter 這個開頭的地方 他都會有一段引文 那麼在這個 Part 1的這個開頭 他說 他有一段引文 這個引文呢 是出自於一個美國的 女詩人 叫Elizabeth Bichel 在這裡面講了一個 看起來有一點 讓人磨不著頭的話 他說 他說 How 然後說 I didn't know any word for it 我實在是不知道要怎麼去說它 How unlikely 只有表達了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麼所以他要說的是 How unlikely 你多麼的不像 如果你 這個完全照這個字面來翻譯的話 那麼 凡底子的綜藝本把它翻譯成說 這真是不可思議 凡底子的綜藝本把它翻譯成說 怎樣的不可能 這個有點拗口 就是這個怎樣的不可能 但是他其實表達的就是一種 充滿了驚訝 充滿了難以置信的 那樣的一個 態度 那麼這樣的一種態度 其實就是對於 哲學的態度 那麼他在這裡面的音詞就是要講到哲學的這個特點 這個特點就是 Wonder 就是Wonder 那麼 我們可以看到在書裡面 在這個第一頁的開頭 他引用了蘇格拉底講的的話 這個是蘇格拉底在 Tia Tatus Tia Tatus 的這本對話錄 那麼蘇格拉底 我們後面會看到 柏拉圖的很多的對話錄 事實上就是 誰跟蘇格拉底對話 那麼就用他的名字 來作為這個對話錄的 書名 那麼所以你看到在這個 引文裡面 他提到 I see my dear Tia Tatus Socrates says that Thaodorus had a true insight into your nature when he said that you were a philosopher 然後呢 他說 For wonder is the feeling of a philosopher and philosophy begins in wonder 那他後面這句話非常明確地表達出來 他說哲學就起於這樣的一種 Wonder 那你可以理解到 Wonder 事實上就是 這是第一部份的這個引文 那個 Elisabeth Bischel 所要表達的 How unlikely 那就是一種 很驚訝的 不可自信的 那樣的一種感受 那樣的一種感受 那一樣的 這個綜藝本把他們都 把兩本綜藝本都把 Wonder 翻譯成叫 疑惑 但是我們馬上就會看到 他在第二段那裡做了一個說明 他說 Wonder is a wondrous word Wonder 是一個非常 令人驚訝的字 他說 這個 Suggestive of both puzzlement and all 那麼 中一本翻譯 他說 這個 Wonder 是疑惑 然後 疑惑同時包含 困惑 與敬畏的意思 我在看這個中一本的時候 我自己就 覺得很疑惑 因為我覺得 疑惑這個字好像沒有敬畏 對不對 你覺得中文的疑惑有敬畏的意思嗎 我覺得沒有 但是 Wonder 有 所以 Wonder 是一個很難翻成中文字眼的 在很多 這個 柏拉圖的對話錄裡面 對於這個 Wonder 常常都翻譯成叫 好奇 但是我覺得好奇 事實上也 也沒有辦法 表達出那種敬畏的感覺 事實上 Wonder 有一種讚嘆在 當你說 Wonderful 的時候 你想 彷彿在讚嘆某種東西 對不對 而這種讚嘆 不是單純只有 疑惑 困惑 或者是好奇而已 他那裡面就有一種 覺得他很崇高 覺得他很偉大 或者覺得他很怎麼樣 那樣的一種 感覺 那蘇格拉底在跟這個 跟這個 Thera Thetous 在說話的時候 那麼他提到說 這個 Thera Thetous 真的是一個哲學家 為什麼呢 因為 Thera Thetous 具有這樣的一種 Wonder 的 一種特性在 他說 如果從這方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你真的是 一個哲學家 那麼在這裡我們事實上就可以看到 就是 哲學的一個開端 事實上他來自於某種 感情 這種感情 跟 Wonder 是有關的 那麼 他後面接著 提到的就是 關於 Wonder 字眼 的一個分析 那在這個分析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在 第1頁的第3段的地方 他說 My hunch is that even our little intellectual puzzlements flow from a more basic all 他說 如果我們說 Wonder 包含了有 Puzzlement 以及 all 這兩種 感受在的話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 Puzzlement 甚至 也還是從 all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麼 All 是更根本的 All 是更根本的 這個是 在 一開始的時候他所談到的 這樣的一種哲學的感情 所以 我們在這裡面就可以看到 做一個簡單的真正 Wonder 包含了 Puzzlement 跟 all 這兩者 並且呢他在 第1頁的第2段這裡講到 Puzzlement 包含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當然就是 懷疑 你看一個魔術對不對 你覺得 很疑問 那麼那個部分是 有的 而且呢 這個 就是我們前面 這個中文 中語本大概翻譯的主要 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他的什麼 疑惑啦 困惑啦 主要的就是這個 部分 可是呢 我們還想知道為什麼 對不對 所以他還包含了一種追究 當你看到一個 迷的時候 他會讓你產生一種 解迷的興趣出來 那麼這種追究 從懷疑到追究 正是 Puzzlement 本身 所 具有的一個樂趣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有一個 他認為是更根本的 就是 all 這個是 我們在這書裡面 所可以看得到的 那麼在 第1頁的 這個 那個第2段的最後一句話 他提到 他說 the wandering of childhood 小孩子 他們呢 對什麼東西都什麼 感到好奇 那他在那裡面 甚至提到 他說 小孩對什麼東西都感到好奇 並且他想要 追根究底的去詢問為什麼 對不對 所以他說 這個 那個哲學家其實有些時候就像小孩一樣 不斷地在問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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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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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就你回答了一個為什麼 他就進一步再去追問 那麼這裡面事實上就包含了這樣的一個 wonder 的特性 那麼他在這裡就講到 the wanderings of childhood 小孩 小孩時期的那些 wondering which of civilization to be absorbed and remained 正是那個使得什麼 文明 這個被吸收 並且在不斷地被重塑 因為人類 不斷地去 這個 感到wonder 對這個世界 然後他就什麼 去追究 去了解 那麼在那裡面就產生 文明的進展 那麼 這樣的一種 wandering of childhood 正是人之所以為人 其他的動物呢 他們缺乏對這個世界的 這樣的一種 wonder的態度在 缺乏對於這個世界的 wonder 那麼 所以他們什麼 活在這個世界上 好像就是理所當人 人可能不那麼認為 是理所當人 那麼他對於這個世界上的各種東西 都感到興趣 從而他要進一步的去了解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這就產生了人的 這個知識的探究的一個過程 那麼他談到這樣的一個 wondering of childhood 他說 Definitely of a peace of a peace 就是同一個東西 with the stern text of Ephistoto and Kant 他說 看起來這只是什麼 小孩子在問為什麼 可是事實上 他們跟那個 雅里斯多德 以及康德的 那個 硬邦邦的 文本 事實 同樣的東西 就是雅里斯多德或康德 他們在幹嘛 他們就是在問為什麼 他們就是在問為什麼 這個是 他在這裡提到的 雅里斯多德跟康德 因為我們在後面的篇幅裡面 我們不會提到雅里斯多德跟康德 書裡面 最後面的一部分 這個power 4 提到 這個康德 但是書裡面 沒有專門的 一章或一節 講到雅里斯多德 所以我在這裡 簡單的 說一下 那麼我們先講康德 康德是一個 現代的 近代以後的哲學家 那麼他生於1724到1804 基本上就是18世紀 18世紀 下半葉 的人 德國的哲學家 那麼他 所自身的時代 正是啟蒙運動的時代 啟蒙運動大概就是整個18世紀 康德因為屬於18世紀比較後半 所以 在 一般的哲學史上通常說 康德是啟蒙運動的完成者 那麼康德甚至在 他的著作裡面 有一篇短的文章 就直接的問 What is enlightenment 什麼是啟蒙 他 等於為啟蒙做了一個 蓋觀論定的一個 一個解說 那麼當然當在當代 哲學的思潮裡面 有很多對啟蒙的批評 那麼這些批評呢 當然也 也是 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於 這個 康德的批評 但是不管怎麼樣 啟蒙對於我們 現代這個時代 有很大的一個 影響力 那康德當然 也是如此 不用說 好 那康德很有名的 就是在康德的一生當中很有名的就是什麼 喪布 康德常常去喪布 而且他的喪布非常非常的準時 他是一個 一絲不苟的德國人 很標準的 這個 北德的 這個 普魯士的 我以前在德國說 在柏林 對不對 柏林其實就是北德 德國人並不是都很 一致 但北德的人基本上都比較 嚴肅 就是那種 鐵血宰相 必是慢 一絲不苟的 非常嚴肅的 所以我以前在柏林我的感覺就是 我很少看到 路上的人 有什麼笑容 就覺得德國人太嚴肅了 但後來我到南德才發現 德國人並不都這麼嚴肅 南德的人就什麼 常常笑咪咪的 然後可能 胖胖的 拿著啤酒 然後這個 一副 樂天之命的 那種感覺 發現 其實 然後後來我到 西南部到不同的地方去 發現德國人 其實有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模樣 但是 不管怎麼樣 湯德是 北德 普魯士這邊的人 他是比較嚴肅 一絲不苟的 因為他 每天固定的時間 起床固定的時間 這個 吃早餐 上課 這個 然後吃午餐 然後散步 幾乎是固定的 那麼固定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就是在 18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剛有 鐘錶 而且很少是像我戴在手上的 這種手錶 常常都是一種 懷錶 那你們現在是連錶都不戴 因為用手機就可以看 而且非常的準 可是在18世紀的時候 鐘錶 並不很準 並不很準 對 所以後來瑞士就成為一個 鐘錶大國 因為他很精準 但是當時並沒有很準 所以大家都需要 對錶 每隔一段時間 就要調整你的那個 錶 那麼 常常是在 整個 城市的 中心有一個 這個 鐘樓 上面那個 鐘 會有固定的人去調整 所以他是最準的 那你常常要去 看看 你的錶慢了 或者是快了 等等 但是呢這個康德 所 所住的 Könischberg 這個城市 的人 他們可以什麼 靠康德的 上部來對表 因為康德每天固定 幾分幾秒走到什麼地方 然後幾分幾秒走到什麼地方 他這個數十年如一日 的上部 是非常 工整的 非常整齊的 非常一致的 在 同一個時間走相同的路 這樣子的走 那麼所以 哲學史上就有一個 藝文 一個笑話 這個笑話就是 有一天 康德呢 讀了盧梭的 這個 艾米爾 艾米爾這本書 結果呢 他讀得太入迷了 這個康德非常喜歡盧梭 在 哲學史上影響康德很大的 這個 兩位哲學家 一個就是盧梭 以至於他 就耽誤了他上部的時間 所以等到他發現 他已經超過了這個上部的時間 匆匆忙忙走出去的時候 那麼 就已經 慢了 比原來的時間慢了 結果 一路上就看 所有人都說 我今天的錶子也太不準了吧 每個人都在調錶 因為他們寧願相信康德 他不願相信自己的錶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關於康德的一個小故事 這個是我在柏林的時候 在市政廳 這個跟康德的一個石膏像 這個石膏像是當時康德死了以後 他們用蠟塗在他臉上 然後在那個蠟上面做模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什麼 所以 其實康德頭髮不很多 對不對 但是 18 世紀的人 你看這個 這個剪影的頭髮 以及這個 他們其實有一個習慣 就是男生都要戴假髮 那麼現在我們在英美的一些法庭 還是常常看到這個18世紀的傳統在 但是 所以 所以你看不到什麼禿頭的人 因為他頭上都有一個假髮在 那麼我在 各位從我穿的衣服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是2006年的時候 那個世界盃足球賽正在德國的時候 那時候我人在這個柏林 這個每個酒吧大家都在看足球 好 那我要講康德什麼 我要講這個 這件事情 就是哲學裡面 我們剛剛說 這個 wonder 這樣的一種感情裡面 他們 他呢 一方面包含了一個 puzzle 門 可是一方面包含了一個 而且 我們書的作者認為 這個 而 all 還比 puzzle 門還來得更根本 那麼 康德的墓碑 在 Königsberg 我可能需要說一下就是 康德的 一生都待在一個叫 Königsberg的這個城市 這個城市現在不在德國的境內 而是在 俄國的境內 那這當然牽涉到什麼 就是 一次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 你知道德國都是戰敗國 戰敗國要什麼 割地 對不對 那就割 割到 這個 很多 早先的 這個土地 甚至變成 這個 俄國的 當時甚至 割是什麼 你知道俄國跟德國之間還夾一個波蘭 所以割地的方式是這樣 就是 德國割一塊地給波蘭 然後波蘭的東邊 割一塊地給 俄國 用這種方式 俄國就不斷的入侵 意思說 波蘭你沒有損失 你從德國那邊得到 一塊五塊地 那但是你要割一塊給我 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 現在 康德的家鄉 是屬於俄國的境內 因此這個墓碑我其實很懷疑 而且 名稱也不叫做 Königsberg 這個德國的名稱了 他變成叫做什麼 Kaliningrad 你知道 俄國的什麼城市都叫什麼 格勒 列寧格勒 那麼 以前叫做Königsberg 現在就變成叫做什麼 Karenigrad 就是 卡列寧格勒 類似像這樣的名字 那麼在這個墓碑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上面是用 德文 但是下面卻是用俄文 所以很有可能是 後來俄國重新 修建的 一個墓碑 但這個墓碑裡面 有一句 康德很重要的話 這個分別用 德文跟俄文 刻在這個墓碑上面 我把它這個轉成英文 寫在 我們的頭語片上面 那麼這個 這個英文說 Two things 有兩件事情 Fill the mind 充滿了心靈 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他們呢 怎麼樣的充滿心靈呢 用 總是更新的 而且總是更增加的 那樣的一種 讚嘆 跟敬畏 來充滿 人的心靈 那後面呢 是 附屬子句的部分 他說 The more often and steadily we reflect upon them 他說只要我們 更 經常的 更 這個 恆定的 去 反思他們的話 這兩件事情呢 會 充滿你的心靈 而且每一次你去想到它的時候 它就會什麼 就是 讓你帶著更新的 讚嘆跟敬畏 帶著更多的 讚嘆跟敬畏 只要你好好的去想它們 那麼就是這兩件事 那麼所以在這裡面他就談到了這個 這個敬畏這件事情 那麼他這兩件事情是什麼呢 他說是 The starry heavens About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他說 是在 我上面的 充滿 心心的天空 這是一件事情 你只要去想 在 頭上的 那個星空 想的越多 你就會越讚嘆它 越敬畏它 那麼另外一個呢 則是 在我 內心裡面的 道德的 律則 the moral within me 這個 這個話 是 寫在 康德的 第二批判 也就是實踐理性批判 的後 後繼 也就是 拔 當中 寫在那裡面 那麼 這裡面我們當然因此就可以提到 這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 the starry heavens About me 另外一個就是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一個是 在我之上 一個是在我之內 對不對 那麼這個 starry heavens About me 其實就是 康德所 在意的 自然的 律則 自然的律則 頭上的星空 他怎麼樣 不斷橫長的 這個 繞著我 在那邊 這個運行 而且他們 是規律的 固定的 就像什麼 就像康德的 上部一樣 對不對 他每天日復一日 像星星一樣 這個是一個 恆長不變的東西 那麼這個 自然律呢 是整個康德的第一批判 也就是純粹理性批判 所關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 我們的知識裡面 我們可以 認知到 那種 永恆的 普遍的 必然的 規律 他要問 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是 第一個部分 他說所以 當他想到這個的時候 看 想到 大自然 本身竟然有 這樣的一種 普遍 必然 恆長 不變的 規律 他覺得 他的心裡面就充滿了更多的 這個 驚訝 跟 敬畏 那麼第二個呢 則是 我們自己之內的 The moral law is in me 在我之內的 道德的律者 那麼這個道德的律者呢 則是康德的 第二批判 實踐理性批判 所 討論的問題 所以他的兩個批判 你可以看得出來 討論的問題是 很 很不一樣的 對不對 第一批判 所討論的問題 是 外在的自然 而我們可以去認識到這個外在的自然 原來竟然有這樣的一個規律 那麼第二批判問的是 我自己 原來我自己也是一個有規律的人 而這個規律呢 就是所謂的 道德的 規律 道德的律者 那 透過這兩個律者呢 因此我們就可以 談談 康德的著作 就是所謂的三大批判 對 他的這個三大批判就是純粹理性批判 實踐理性批判 跟判斷力批判 那他在 這個 這句話裡面 牽涉到的是 前面兩個批判 因為這句話其實是寫在他的 第二批判的後繼 所以那時候他想到的就是這兩個 所以他沒有寫到 這個 關於第三批判的部分 那你知道第一批判處理的其實大概就是 人類的知識的問題 就是人類的知識的問題 外在的這些東西 我們只能夠什麼 去認知他 外在的律者 有他自己的一個必然性 有他自己的必然性 你沒有辦法去 違反這種必然性 當你從 薄亞礁血管的二樓 的窗子 這個跳下去 你就會被地心引力把你吸下去 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什麼 疊得 這個頭破血流 或者是這個 拐道的腳 或者怎麼樣 因為那是一個 外在的自然的律者 人需要了解這些自然的律者 才能夠比較好的生活在這個世界當中 那康德所驚訝的 就是 外在竟然有 這樣的一個律者 而且可以被我們的知識所把握 這個是純粹理性批判 這個所關心的一個問題 那麼實踐理性批判呢 關心的不再是一個外在的東西 而是我自己 在我自己內在 有沒有這樣的律者 所以你在這裡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康德所關心的是 律者 對不對 也就是law 不管他是 這個law of nature 還是 所謂的 moral law 他們都是law 那康德 他整個的哲學的關心 就在這個law上面 然後我剛剛提到他的上部 對不對 他的上部 你不覺得也很像某種律者嗎 每天固定的這樣做 就好像我們 日復一日 每天太陽都會升起 太陽都會落下 當然這個下雨天的時候例外 但是你知道 那個星球的運轉是固定的 恆長的 而正是這種恆長性 讓康德感到驚訝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並不是一個充滿了偶然的 這個 任意的 那樣的一個世界 相反的這個世界 是有他的規律的 那麼這樣的一種想法 對於德國 或者至少對於北德 對普魯士 的人 他們 是很在乎的 這個德國人的這種嚴謹 其實跟這種 對於律者本身的 一種敬畏 跟驚訝 是有關係的 有關係的 而且這些律者構成了 人的不同 跟人的不同的能力 相對應 那麼自然的律者呢 跟我們的知識的能力相對應 人要去認識 這些自然的律者 那 這個道德的律者呢 就跟我們的知識 就不是跟我們的知識相對應了 道德是一個 跟我們的實踐相關的 對不對 就是 你要去怎麼做 那麼 而這個怎麼做 在康德看來 事實上 也有一種律者在 那麼知識呢 牽涉到真 道德牽涉到善 而 他的第三批判 他想到人還有另外一種能力 這種能力呢 不是跟認知 也不是跟道德有關 而是跟我們的美感有關 那他在 這裡面就談到 人的第三種能力 就是判斷力 那麼 相對於前面的那個 這個 純粹理性批判 其實是一種 理論理性 就是如果我們 把它跟實踐理性批判 做一個對比的話 我覺得第一批判應該叫做 理論理性批判 或者如果你要加純粹的話 是純粹理論理性批判 而第二批判是 純粹實踐理性批判 他們都是理性 可是是不一樣的理性 一種是 理論性理性 這種理論性理性 就是跟你認知的 理性 那麼實踐理性批判 則是 實踐性的理性 也就是 我知道 我該怎麼做 我要了解 我要怎麼去做 這樣的一種理性 這個是 兩者的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他在 寫的這個三大批判 討論的知識 是道德跟美感 就對應到古希臘所講道德 真善美 這三種 德性 知識就是要認識真理 對不對 而道德就是要達到 所謂的至善 而這個 審美美感 就是要去 這個感受到這個美 這樣的一種 世界所產生的一種 很抽象的東西 那麼這個是 康德的三大批判的 一個主要的內容 那麼在這個 這樣的一種內容裡面 我要說的就是 這個前面的這兩大批判 都牽涉到 律者 對不對 都牽涉到律者 好 知識所牽涉到律者 是自然律 自然律是客觀的 然後自然律是 外在的 他是外在的律者 所以人對於這個外在的律者 能做的是什麼 是去認識他 當然你一旦認識他 你就可以什麼 利用他 所以自然科學 因此就會有一個 實用的價值在 就會有一個實用的價值在 但是實踐這件事情 所牽涉到的道德律 就比較 麻煩了 第一個他是主觀的 他道德律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在我內心裡面的律者 而不是一個客觀的律者 對不對 那我內心裡面真的有律者嗎 這個當然是我們會有的一個疑問 一個主觀的東西 為什麼他本身也會有律者呢 然後他是內在的 對不對 是在我心中的 那我會 如果我反省我自己 我會覺得說 我做事情都很任意 我根本沒有什麼 按照什麼樣的一種律者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康德的確也承認這一點 他說我們的 心 我們的內心事實上是自由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不按照道德律 但是 反過來 你也可以按照道德律 你也可以按照道德律 那麼不按照道德律呢 不會怎樣 對不對 你不按照自然律 你可能比如說 我不相信地球會把我 吸下去 所以你就從 柏妖教學館跳下去 說我會飛起來 結果你就沒有飛起來 對不對 所以你不按照自然律 你就會受到大自然懲罰 對不對 但是你不按照道德律 看起來 不太會受到懲罰 當然 人類發明了一個東西叫法律 當你不按照某種道德律 而且 影響到這個社會的時候 他就懲罰你 但是這個懲罰很明顯的是一個 外在的懲罰 我自己不按照道德律 我好像並不會 如何 對不對 或者我甚至質疑 有這樣所謂的一種道德律 那麼康德在他的第二批判裡面 他就要談 人是怎麼樣的有這樣的一種道德律 那在 這個知識跟實踐 也就是 外在的自然律跟內在的道德律之間 我們就看到了一個關係 這種關係就是什麼 就是人 一方面有一個 面對一個外在恆長的世界 另外呢 也可能有一個恆長的人生 那麼這個我們可以在易經 那個錢掛的像 那邊看到這個孔子也講過 這樣的話 他說天行劍 君子以 自強 不行 那麼你可以看到天行劍 講的就是 自然 對不對 就是康德所講的 The starry heaven Above me 在我頭上的那個 星空 他們是什麼 像天的運行一樣 天行劍 不是天行者 那個天行的這個運行 其實是見動不移的 是有一種規律的 那麼君子看到 天是這樣 所以呢他就要求他自己要自強不息 這個是我們在易經上面看到的一個 情況 那麼現在在康德這裡呢 他並不認為在 這個外在的天跟內在的 這個 人 人心裡面 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關係 相反的他認為道德律是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律者 但是作為一種律者 他跟自然律一樣都具有 必然性 跟普遍性 那我如果說自然律具有必然性跟普遍性 你大概不會有太多的疑問 但是你說道德律具有必然性跟普遍性 那我們可能就會 感到這個質疑 就是說道德律真的有必然性跟普遍性嗎 我可以 違反他 對不對 那他就沒有必然性 也就沒有普遍性 那也許我們可以這樣子的來說 就是 康德相信 人內心裡面 事實上是有某種 良知 或者是 我們稱之為叫良心 這樣的東西 當一個人 違反道德律的時候 他可以自我欺騙說 我沒有 我做的是 是對的事情 但是他的良知 會感到不安 這個是他所謂的必然性 所以這個必然性並不是什麼 並不是 讓你 就變成是 就是讓你 沒辦法去違法 而是 如果你違法 你會感到一種良心上面的 這個不安 而這個良心的不安 是隱藏在你在做這件事情的 那個感受當中的 是隱藏在那個感受當中的 所以如果我們講 講說這個 我們這本書的最後 這個part 4 是談善跟惡 我們說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死後未到 總是相信有一個 善報或惡報 可是如果 我們 認識到的是這樣的一種道德律 也就是說 這個報 其實不是 現世報 或者是 這個 以後報 下輩子報 而就是在你做壞事的時候 那個報應就在那裡 那個報應是什麼 就是你的良知 的不安 那個良知的不安 就是 所以 事實上是 線下報 不是現世報 線下報就是什麼 做壞事本身就是你的報應 做壞事就證成了你是個壞人 你的良知 這個也感受到你的壞 可是你照做 這個正是 這個 道德律所顯示出來的一種必然性 這第二個 就是 道德律所顯示出來的普遍性 這個普遍性是 這種良知 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而不是 有一些人有 有一些人沒有 像我們說的 這個良心被狗咬 然後 所以他就沒良心 對不對 他其實還是有這個良心 在 中國的宋明禮學裡面 講到聖人 他說東山有聖人出 此心同 此裏同 西山有聖人出 此心同 此裏同 東山的聖人跟西山的聖人 離得很遠 根本就見不到面 對不對 但是呢 他們都有 這顆心 然後呢 那個心所理解的禮 會是一樣的 所以就會有一個 人同此心 心同此裏的 這個此心同此裏同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這樣的一種道德律 就不需要什麼 就不需要是用一種知識的方式說 做什麼是錯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而是人 這個透過他自己的良心的反省 他自己就感受到 他做的是一個 錯的事情 錯的事情 這個是 他們兩者所具有的一種共同性 但是兩者呢 一樣的會有一個差異性 畢竟一個是外在的律則 一個是內在的律則 那這個差異性是什麼呢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談 那道德律跟 自然律不一樣的地方 就在於 人在自然律當中 是被決定的 那麼在 形上學裡面有一個 這個自由 與決定論 的爭論 就是 究竟人是自由的還是被決定的 因為 透過因果關係我們知道 一個因產生一個國 那麼這個國作為一個因 又會進步產生一個國 那麼 如果一切都在因果關係的脈絡當中的話 那麼我們就很容易形成一種 決定論的觀點就是 一切事情都是被 決定的 那麼康德接受這樣的一個看法 他認為在 自然當中 在物質的世界當中 一切 自然都是 這種被決定的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就沒有自由可言 當你被感染了 譬如說被感染了新冠肺炎的病毒 然後你就 這個 產生了 這個 有關於這個病毒的增厚 那麼 你覺得很痛苦 你心裡想說 病毒快走 病毒快走 對不對 不要生病 這是沒有什麼用的 對不對 因為 你的身體會怎麼樣的起作用 你的身體會產生怎麼樣的結果 這個其實是屬於物質世界當中的東西 所以 人沒有辦法去決定這樣的情況 那麼這個這是什麼 自然律本身的一種作用的結果 但是在人在道德律當中 康德的看法是 人在道德律當中 他是自由的 他可以選擇 違反他的良心 他可以 讓他的良心被狗咬 他可以決定 我不要照著 我的良知的做法 因為有一些什麼東西更吸引我 那麼那些吸引他的東西呢 在康德看來 事實上還是跟 我們的自然律可能有關係 譬如說一個人因為他的慾望 所以他決定 他要去偷別人的 東西 對不對 那麼當他去偷別人的東西的時候 他良心 隱隱的覺得他在做一個壞事 可是呢 他想要得到這個東西 那個慾望 是更加的 強烈的 更加的強烈的 那麼人有慾望 其實跟人有這個身體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就是我們有這個身體 我之前講過說在柏拉圖那邊他把人 分成頭腔 胸腔跟腹腔對不對 那麼特別是在我們腹腔的部分這個消化器官以及生殖器官 就會什麼 這個涉及到我們的各種 這個慾望 實色性也 這樣的一種慾望 那麼這些慾望會導致我們 這個 受這些慾望所 支配 所支配 但是我們不是只有 這個 肚子的這個部分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頭 這個頭呢 是具有理性 他可以在當中 做選擇 他要讓慾望帶著走 還是讓 良知 這個帶著走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在這種情況底下 康德認為 人就有自由 所以康德所使用的這個自由這個字眼 很吊詭的 跟自然 就是我們所面對的外在的自然世界 的那個自然 有一個對立性在 在中文裡面剛好 這個這兩個字眼都用 自這個字做開頭 一個是自然 一個是自由 在康德的哲學裡面 自然跟自由 是一個相對的東西 什麼是自由呢 很簡單的說 違反你的自然 康德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常常會跟我們的常識相違背 我說會跟我們的常識相違背就是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覺得 什麼樣的情況是自由的呢 就是 我想要幹嘛 然後我就可以幹嘛 我就覺得這樣子是很自由的 對不對 比如說我很喜歡吃甜的 然後我就什麼 去買很多甜的東西 甜食來吃 然後在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自己是很自由的 可是康德恰好相反的認為 這樣的人 是沒有自由的 對於康德而言 大自然的 植物 動物 是沒有自由的 長頸鹿 喜歡吃樹葉 對不對 小白兔喜歡吃紅蘿蔔 這個老虎喜歡吃肉 他們按照著他們的 自然 按照著他們的本性 自然跟本性都是 在英文裡都是什麼 nature 對不對 他按照著他的nature 去生活 那個稱不上是 自由 相反的 nature就有一個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law of nature 他是由自然律所支配的 所以你被生下來是怎樣 然後你就是那樣 這個不叫自由 這個不叫自由 那麼什麼時候情況才有自由呢 比如說 假設我們剛剛說老虎是吃肉的 對不對 如果有一天老虎想一想 我吃肉 我是在殺生 不應該吃肉了 我決定從今天開始我要吃素 如果一個老虎做這樣的一個考量 他就開始違背了他的nature 對不對 違背了他的自然的本性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說這個老虎呢 如果按照康德的標準 這個老虎有了自由了 因為他開始按照他自己的思考 來決定他要做些什麼事 那同樣的 你本來很愛吃夜市的鹽酥雞 雞排 但是呢 有一天你突然決定你要吃素 因為你不想殺生 或者因為別任何你的考量 所以你就什麼 抑制了你的nature 你的那個愛吃肉的 本性 而不去做這樣的事情 康德說這樣的人 是自由的 因為他按照著他自己的 這個良知 他自己的理性的思考 來決定他要做些 什麼樣的事情 那這個是康德所謂的自由 所以 在這樣的一種 自由的意義的理解底下 就會跟我們日常生活 剛好反過來 如果我們的教室 現在門口跑進了一隻小狗 然後他就在我們的教室裡面跑來跑去 對不對 上課的時候你坐在座位上 你不能動 因為你在聽課 對不對 然後你會你怕影響到其他的人 怕影響到老師的上課 你等等 所以你不能動 看起來你是不自由的 相反的 那隻小狗 他沒有這些顧慮 所以他跑來跑去 然後他這個聽一聽 講什麼哲學 覺得很無趣 所以他就又跑出去了 看起來那隻小狗是自由的 你是不自由的 對不對 但是在康德的看法 剛好反過來 一個人按照他自己認為 對的事情 所以他認為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聽課 這是對的 所以他選擇這樣做 這個人反而是自由的 相反的 那個跑來跑去的小狗 他只是按照他的自然的本性 在做事情 他是沒有自由的 他是 由這個Nature 所決定的 而由Nature 所決定的 基本上就是那個 決定論裡面所講的 被決定的一種情況 那所以 人之所以為人 的特點就在這裡 人不是被生下來 是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因為如果人是生下來 是怎麼樣就怎麼樣的話 那人稱不上 有自由 這個孟子裡面講說 人之益於禽獸者 己膝 對不對 人跟禽獸其實沒有差很多 那個 不同的地方 非常的少 己膝 一點點 但是就在那個 己膝上面 讓人 完全跟禽獸 或者跟大自然 完全的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就在哪裡呢 就是人不是 只是按照著 他 被生下來是怎樣 他就那樣而已 他開始做他的思考 然後 他開始決定自己要怎麼做 這個時候他就開始不同了 那康德很佩服的就是有一些人 他徹底的違反他的自然力 比如說人應該都要 探生怕死 對不對 當人家拿著包子架在你的脖子上 叫你要怎麼做的時候 那你因為怕他就把你割下去 就死掉了 所以你就只好照做 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 過去的歷史 不管西方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 我們看到 所謂的 殺生成人 捨生取義 對不對 在那個 殺生成人捨生取義裡面 他事實上是什麼 不在乎 他的生命了 他對他來講 人 殺生成人的人 以及 義 捨生取義的義 是更重要的 他選擇的人跟義 而不要他自己的生命 在那裡就看出 人怎麼樣的從自然當中 超拔出來 他是多於自然的 一種存在 而正是這個多於自然的存在 顯示了 人是自由的 人是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思考 來決定他要怎麼做 而不是只是按照他自然的本性 那麼 所以 你可能愛吃甜的 你可能愛吃雞排 可是如果有一天你選擇的 不要吃雞排 不要吃甜的 對不對 那裡面 就會有你的 這個理性的考量 當然這個理性的考量 未必是什麼 是跟道德有關 未必跟道德律有關 跟良知有關 有時候可能是為了 健康的考量 或者別的考量 但是如果他是 從你的道德律而來 讓你決定要這樣做 並且 讓你違反你的本性 你的本能 你的被生下來是怎麼樣 你就開始凸顯出 一個人 作為一個人 本身 他內心裡面 他所對自己的一個要求 那這個道德律呢 我們剛剛說他是普遍的 所以如果他是普遍的 我們就可以 看到一點 什麼呢 就是 人的 這個 道德 其實 很簡單的 就是這個良知 很簡單的說就是 他不需要 有 特權 因為特權意味的是一種例外 例外就是不按照 律者 因為律者 就是法律 他是規定的是一個普遍的情況 然後你走一個例外的情況 這個時候你就會覺得什麼 良知的不安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譬如說 考試作弊 考試作弊為什麼他叫作弊呢 主要就是因為 大家都沒 看書 都沒翻書 但是你偷偷的把書拿出來 然後查 這一體原來這樣寫 對不對 所以你顯然享有一個特權 就是別人都沒翻書 你翻書了 對不對 但是如果這個老師 比如說像楊直勝 他的課 是open book 每個人都在翻書 對不對 你所做的就不是什麼特權 因為每個人都這樣做 對不對 每個人都這樣做 那同樣的 這個說謊 為什麼他是錯的呢 因為別人都 誠實 對不對 別人都說實話 而你說謊話 並且你說的謊話是讓別人誤以為你說的是實話 從而 你從那邊可能得到什麼例子 比如說 你跟一個人說 明明你已經破產了 你根本不可能還他錢 你跟他說 借我錢 我明天馬上還你 那你心裡想的是我根本就不可能還你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你當然就說了謊話 對不對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讓別人誤以為你真的會還他 所以呢 就什麼 把錢 借給你 借給你 那麼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事實上建立在一個 普遍的律者上面就是 我們所講的話 都是真的 這樣的一個 普遍的律者上面 所以 別人才會相信你的話 如果現在我們自身的一個社會是 大家說的話都不可信 這個大家說的話都是謊話 那你這樣子跟人家借錢人家就不會借你了 因為他就懷疑說真的嗎 你真的會還我嗎 那他可能就不會還給你 所以在這裡面他顯然這個說謊的人享有一個特權 就是當別人說的都是真的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謊 而這個謊使得他跟別人不一樣 從中 能夠得到這樣的一種利益 那麼你在這裡面就可以看到 這個社會因此 是有某種律者在的 對不對 而且你的內心知道這個律者 因為你正在利用這個律者 你必須要利用這個律者 你才能夠 享受到 這個作為例外所具有的一種利益 就是別人都不 翻書 你翻書你才享受到這個利益 如果大家都翻書你就享受不到這個利益了 那麼說謊也一樣就是別人講的都是實話 只有你想謊話所以你才能夠得到謊話所有的利益 當 大家都翻書的時候當大家都說謊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玩 一個撲克牌遊戲叫吹牛對不對 然後說我有五張S 這個當然是吹牛 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事實上 你正是符韻於這個規則在做的 所以沒有人說 你只要你有五張S 你不道德對不對 你不會說他不道德 事實上是說你太笨了吧 哪有五張這種情況 但我要在這裡說的就是 在這裡面有一個律者在 我們知道這個律者 我們內心知道這個律者 因為任何的一種不道德都在利用這個律者 並且他走出這個律者之外 所以你甚至不用去這個理性的思考 你只要回到你的良心你就知道 你在做一個超出別人 別人沒這樣做你卻這樣做的事情 那麼這個正是他違反道德之所在 那麼康德說 我們的內心裡面其實是有這樣的一種 道德的律者在 這種道德律者正是在 其他的動物當中所不具有的 而人有這樣的道德律者 所以當他做一個違反道德的事情的時候 他感到他 他自己內心的不安 這個是 為什麼我們在 就是看到康德在那裡面提到 那個讓他產生驚訝跟敬畏的那個感情 就是他越去思考它的時候 他就覺得真是不簡單 一個是外在的自然律 一個是我們內心的道德律 OK 那麼這個 哲學起於這樣的一個wander wander就包含了 這個 那樣的一個困惑跟 後面我們所看到的敬畏 那麼這個說法呢 出現在柏拉圖的Theatetus 我們這個剛剛已經提到過 他的這個對話錄裡面 那麼也出現在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裡面 可見 古希臘的這些哲學家 他們都認為 哲學的這個wander的這樣的一種感受 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促使人去追求哲學 去成為一個愛智者的 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剛剛提到了康德 對不對 但是在我們書裡面 第一頁的第二段 後面他提到亞里斯多德跟康德 所以我們要回到 這個亞里斯多德來 亞里斯多德跟柏拉圖是 整個這個希臘時代 兩個最重要的 哲學家 那你說蘇格拉底呢 蘇格拉底也很重要 但是蘇格拉底 並不寫作任何的作品 我們說孔子 數而不作 蘇格拉底 不但不作 而且不數 他根本就什麼 他 每天 閒著沒事幹的 就是 這個跟人家談話而已 他不寫任何東西的 所以在 在拉斐爾的這個壁畫裡 那麼他把 蘇格拉底 畫在 比較邊緣的地方 那麼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拉斐爾這個 這個壁畫是畫在 羅馬教皇的 圖書館 所以對他來講就是 有著作的優先 有著作的優先 那對他來講 當時兩個 希臘最重要的著作 就是 柏拉圖跟亞歷斯多德 那麼所以在整個畫面的正中央 是 這個 柏拉圖 跟亞歷斯多德 那拉斐爾 當時很年輕 這個我們在之前提到過 他其實不知道柏拉圖長什麼樣子 他不知道亞歷斯多德長什麼樣子 那他怎麼畫他們呢 他就想 他很敬佩的一個畫家的前輩 叫做達文西 對不對 文藝復興時期 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 那拉斐爾現在在畫 柏拉圖 他不知道柏拉圖長什麼樣子 他就 把他畫成了 達文西 所以現在 我們常常看到那個 達文西的肖像 就拿拉斐爾這幅畫裡面的柏拉圖 因為他其實就是畫的就是達文西 那亞歷斯多德呢 則是他的一個朋友 他把他畫比較 這個年輕 畢竟亞歷斯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 不過 基本上 拉斐爾在畫這整幅畫的時候 他事實上沒有照著那個 次序 所以那個人的 這個老或者年輕 是不算很準確的 柏拉圖呢 因為當時達文西已經很老了 所以看起來就是一個 老人的樣子 那蘇格拉底比柏拉圖還老啊 可是 這個蘇格拉底被畫成一個 中年大叔的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其實是什麼 按照他自己的一個揣想 去 畫他們 去畫他們 那麼他在這幅畫裡面把希臘的所有的哲學家 甚至 科學家 這個包括了 這個 比如說這個 這個托勒密 等等 這些科學家都畫在 這個 畫作當中 所以 看這幅畫的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去辨識 哪一個人是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是哪個 希臘時期的哲學家或者是這個科學家 那麼在這幅畫裡面我覺得一個比較有趣的就是 你知道文藝復興時期的話 包括大文西的那個蒙拉莉莎 他們當時還沒有這個 會在畫作上面簽名 不會有簽名 但是在這幅壁畫裡面 拉斐爾很特別的是 他把自己畫在裡面 彷彿那就是他的簽名一樣 那當然他把自己畫在裡面 他是畫在畫的一個很角落的地方 就是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看起來很年輕的 當時的拉斐爾還很年輕 二十幾歲 然後 他跟別人不一樣 你看別人都在 討論學問 那麼這個 這個年輕人 他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的 眼睛 是看著畫外面的 觀眾的 他說你在看我的畫嗎 你還可以靠近一點 好像在 這樣子說似的 他在注意的 其實是 看觀者 看的人 而不是 注意到這個 就是在 認真的在討論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這個是 關於這幅壁畫 那麼在這幅壁畫 這個是我在 我在那個 羅馬的梵蒂岡 在這個 這幅壁畫前 這個想要避開其他的觀光客 都很難 這個好不容易 但是還是出現了 另外一個人 大家都在那邊拍照 在這幅壁畫裡面 我們看到中間的兩個人 就是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 而他們的身體的語言 顯露了 拉斐爾對他們的 對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 哲學的一個理解 柏拉圖他的右手指著天空 為什麼 因為柏拉圖認為真理在 在旅行的世界 而現實的世界基本上 只是對於旅行世界的模仿 模仿 這個就是柏拉圖的 一種觀念論的一個特點 亞里斯多德跟他不一樣 亞里斯多德基本上是一個科學家 他的父親是個醫生 那麼亞里斯多德自己本身有很有興趣的就是什麼 就是 這個生物 那麼對於世間的種種 他都感到興趣 所以對他來講這個世界就是實在的 它是一個實在論 而不是一個觀念論 那麼他的肢體的語言是 伸出了他的右手 然後手掌朝下 表示什麼 這個世界 是真實的 不像柏拉圖認為真實的東西 在上面 這是他們兩者很大的差別 那他們的左手呢 都分別的 拿著他們自己的一本重要的著作 在他們的手裡面 那一個人一個穿的是紅色的袍子 一個穿的是藍色的袍子 剛好形成一個對比 OK 那麼這個是另外一個亞里斯多德的 銅像 這個銅像是在 德國的西南邊 一個叫Freybo 的大學 這個大學的門口 那個門口的前面那個 大學圖書館門口前面 放著兩個巨大的銅像 一個是亞里斯多德 代表哲學 另外一個是 河馬 代表文學 我們這個圖書館裡面 收集有各種哲學文學的 這個書 那我怎麼知道呢 因為我也在那裡 這是當時在 這個圖書館前 所拍的一張照片 好 那我們的書裡面 他就提到 他說 他說哲學的這種討論 這種 起一種 wonder 讓 他說這種情況 其實就像小孩子會去做的追問 就是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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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問為什麼 對不對 問到你覺得煩死了 這樣的一個 地步 那你針對他的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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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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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斷地去對他做解釋 那透過這個 because 我們就可以來談談 雅里斯多德的哲學 雅里斯多德的哲學基本上就是在 解答任何的 why 所以雅里斯多德哲學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在他的形上學 我們在 這門課的 這個第1週就提到過說 這個metaphysics 這個名詞的由來 對不對 雅里斯多德談這個東西 非常的難 大家都搞不清楚 那裡面在談些什麼 所以呢 只好什麼 就是用 因為這個手稿被放在 物理學 的下面 所以就用這個 物理學之後 來稱呼他 那麼在這個 這個metaphysics裡面 他有幾個重要的學說 其中一個學說呢 就是這個 the doctrine of four causes causes 那我們通常在中文裡面把它翻譯成叫 四種原因的學說 簡稱叫四因說 四因說 那麼這個因 cause這個字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在回答 because的字尾 對不對 就是那個 就是告訴你那個因是什麼 那麼雅里斯多德 追溯所有的東西的原因 他認為最終可以找到四種原因 那他把 這四種原因加以 歸類 歸成四種 那麼一種呢就叫做 植料因 一種叫 形式因 一種叫動力因 一種叫目的因 那麼英文分別就是 material cause formal cause efficient cause and final cause cause 那他認為就是 我們把它推到 就近 那麼因 一共有四種 那麼這個是他 所整理出來的 他在形上學裡面 就在討論 這樣的一個 適音 那麼 簡單的談這些適音 就是 任何一個東西 都有他的 植料因 植料因就是什麼 就是 你要把 你要成為這個東西 他一定要有他的材料 物質性的材料 那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材料 我們說 巧妇難為五米之吹 對不對 所以你要煮飯 你不可能沒有米 沒有米 你說我是一個大廚師 可是沒有米啊 能煮出什麼東西來 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 植料 是一定要的 你一定要先買到材料 然後你才能夠去做出 你這個大廚師所要做的菜 好 有了材料 是不夠的 給你米了 你根本就不會煮飯 那沒什麼用 對不對 所以 你必須要什麼 有一個食譜 Recipe 在你的腦海裡 或者在你的書裡 就是你的這個烹飪的書 那裡面告訴你 這些材料要怎麼運用 才能夠去做出 一道 佳肴 美味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 這個食譜 這個在你腦海裡 怎麼去組合 這些材料的 那麼就是它的形式 如果照 這個 亞里斯多德的說法 就像 在一首 這個 一首樂曲裡面 我們有說 有樂譜 對不對 樂譜就是形式 可是呢 那你如何知道那是音樂呢 你要聽到演奏 那麼這個演奏 提供的 那個樂器 那個音色啊什麼 那個就是資料 對不對 樂器按照著這個樂譜 這個樂譜是形式 然後把它吹奏出來 於是這個音樂就出現了 對不對 所以空有樂器 沒有樂譜 不知道要吹什麼 那是沒有用的 那樂譜呢 就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東西 它不見得是 就形式音 不是物質性的 我意思說它當然可以什麼 寫成一個樂譜 可是你知道 西方在中世紀之前 甚至連樂譜都沒有 對不對 那麼很多時候 有些音樂家 他甚至是 不需要譜 為什麼 譜就在他腦海裡 所以形式啊 其實是一個抽象的東西 它可以是一個藍圖 那是畫出來 可是也可以什麼 是你內心裡面的一個構想 是一個idea 這個idea在你腦海裡 所以一個大廚 他可能什麼 不需要看食譜了 對不對 那他不需要看食譜 是因為形式音 如果照 亞歷斯多德的講法 形式音就在他的腦海裡 他知道怎麼處理這些食材 那麼食材呢 是資料音 他是物質性的 可是形式音 他不是物質性的 雖然他可以用 譬如說樂譜 或者是食譜 用一種 比較物質的方式呈現 可是他也可以不用那種方式呈現 而只是一種 人 內心裡面已經有的觀念 那亞歷斯多德就這樣子說 他說 當一個木匠要去做一張床的時候 那麼首先他需要木料 對不對 沒有木料你怎麼做床 所以木料就是植料音 可是呢 在這個木匠的腦海裡呢 也有一個形式音 就是他知道怎麼做一張床 他知道床的 這個結構 這個床的 要素 是哪些 什麼需要 什麼床腳啦 床板啦 等等 他知道這些東西 那麼透過這些東西呢 他就去處理 這個資料 處理這些木頭 然後做出了一張床來 這個是資料音跟形式音 的一個搭配 好現在呢 就是有了資料 也有形式 可是呢 這個木匠很懶惰 他不想動 不想坐 對不對 那這個床還是不會出現 對不對 所以亞利斯多德說 當我們問why的時候 你要說 因為什麼 你的回答那個因為 也可以是從那個做的人 說因為誰做了他呀 這個就是動力音 這個動力音是什麼 去結合這個資料跟形式 讓這個東西出現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懶惰就沒辦法 對不對 因為他需要的就是什麼 你要這個願意 勞心勞力的 這個 使用你內心裡面的想法 然後把它給表達出來 變成一個現實在資料上面的一個改變 然後才出現了 你要完成的這個東西 那麼這個呢 來自於一個動力音 對不對 這個動力音既不是資料 也不是形式 他是另外的一個 一個 原因 可是在考慮完了動力音之後 亞利斯多德還想到一件事 他說 有木匠 有木頭 然後呢 也知道怎麼做一張床 可是 沒有任何的 目的在 木匠不會去做 對不對 他必須要有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什麼 他可能 有人需要這個床 或者是他想要 賣床來賺錢 透過這個東西才能夠促使他去 去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再加了一個 final cause 目的音 這個目的音解釋了 為什麼這個木匠 願意 勞動他的身體 去組合他的 他 他所得到的材料 以及他內心裡面的形式 然後把這個東西給完成 那麼這個就是 植料音形式音動力音目的音 他 所做的一個 這個解釋 那麼在這個解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四種音裡面的 形式音跟植料音 就構成了 亞利斯多德在形上學裡面的 另外一個學說 就是 這個學說叫做 Doctrine of Material and Form 那 甚至有人呢就把 形式跟材料 的希臘文 也就是這個 Hilo跟Morphe Morphe 結合起來 那麼就 構成了一個 Hilomorphism 就是形質論 形質論 就是一個事物的 靜態的 組成部分 都有他的形式 跟他的 資料 這兩個部分 都有這兩個部分 那麼 這個 這個學說呢就構成了 我們在 這門課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說把 事物分成 共識性跟 歷史性來說嗎 共識性就是從他的 靜態的 組織結構來說 那麼對於亞利斯多德來講 一個事物 如果單是就靜態的 這個事物本身來講 那麼 主要就是 形式跟 資料 這兩者 共同的構成 我請大家想一想 就是 在 侏羅紀公園那邊 恐龍是如何在 在我們現實的世界裏面出現的呢 那麼 如果你回到那個 那個故事 你就看到 他在最初 在 侏羅紀公園的第一集 他是 在遠古的恐龍的時代 有一隻蚊子 這隻蚊子呢 去叮咬了某一隻恐龍的血 所以他就得到了那滴 恐龍的血在他的體內 那血裏面當然就會有 這個恐龍的DNA 對不對 那這隻蚊子呢 吃飽了 還沒有把血消化的時候 他停在一棵樹上面休息 結果很不幸的 那個樹上面 那個樹枝 有琥珀 就剛好滴下來 滴到了這個蚊子 就把那個蚊子給 包住了 然後那個蚊子就 包在那個琥珀裡面 這個包了 幾萬年 幾十萬年 然後就 到了我們現在 然後現代人就發現了 這個琥珀裡面有一隻蚊子 然後他打開這個琥珀 然後發現那個蚊子裡面的那個血液還在 那裡面有恐龍的DNA 在某個意義上 DNA就像是他的形式陰一樣 對不對 那裡面有一個恐龍 該是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你的DNA就包含 你的膚色會是怎麼樣 你的眼睛會是什麼顏色 你的頭髮會是什麼顏色 你的各種 特質 都含藏在那裡面 可是這個只是形式陰啊 對不對 你要在現代 弄出一隻恐龍來 你還需要什麼 你還需要 恐龍的血肉 這些東西 那他們去哪裡找 他們去找 我們在這個時代 能找到的什麼蜥蜴 或者也許是鱷魚 或者是鳥類 透過他們 然後呢 跟這個 原來恐龍的那個基因做搭配 那也就是說形式陰有了 植料陰有了 所以就製造出了一個當代的 恐龍出來 那麼 當然這個只是電影裡面 他的一個說法 但是你可以在這個說法裡面看到 他事實上使用了形式陰跟植料陰 兩個部分 好 好 那 而亞里斯多德自己在某些方面常常就是 談形式跟植料 他看到一個 事物 靜態的事物 他就從形式的方面去說 另外從 植料方面去說 對他來講 任何一個事物的一體兩面就是他的形式 跟他的植料的部分 好 那 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有關於目的因的部分 那個部分呢 後來就逐漸的形成亞里斯多德 的學說裡面 尤其是在他的生物學裡面 的一個潛能與實現的說法 就是所謂的這個 Doctrine of Potentiality and Actuality 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一樣的 他有一個比較 簡短的名稱就像 那個形式 植料的學說 他可以稱之為叫形式論 那麼有關於這個潛能實現的學說 我們有時候就是 稱之為叫目的論 Teleology 這種目的論就是認為 亞里斯多德認為 任何一個事物都有一個他自己內在的 目的 Telos 我覺得用目的這個字不太好 就是目的好像是 你想要他怎樣 可是 亞里斯多德的意思是 任何一個事物 都有一個這個目的 Telos這個字 在英文裡面常常被翻成叫做 End 提供的 也就是說 很正常的那個 它就會往這個方向去成長 所以一個小孩子 一個小男孩 他不會長成一匹馬 不會長成一隻恐龍 或者是長成一隻大象 為什麼 因為他的目的因裡面 沒有馬 恐龍或大象 他的目的因裡面只有什麼 成人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當他成長的時候 按照著他的 自然的一個發展 提供他這個食物 這個休息睡眠 就好像植物你提供他這個空氣 陽光 水 那麼他就會往他的目的因去發展 那麼這個就是亞里斯多德的這個Teleology 他的這個目的論所要去說的 他用這個來說明什麼 變動發展是怎麼樣 他說變動並不是亂變 就像一個小孩子不會長成一匹馬一樣 變動其實是朝著一個事物本身 內在的一個目的因去進展 所以它會長成它應該有的樣子 所以雞蛋只會孵出雞 不會孵出一隻鴨 原因就是因為 雞蛋裡面並不含有鴨的目的因 它只有含有鴨的目的因 那麼亞里斯多德 這個就是他的潛能跟實現的學說 在這個學說裡面一樣有兩個觀念 就像形式與資料的學說有兩個觀念 形式跟資料 潛能與實現的學說裡面就是潛能跟實現 就是這個潛能 其實就是它的目的因 就是它如果讓它去長 它會長成什麼樣子 這個東西就是它的potentiality 就是它的potential 那這個potentiality 在適當的環境底下 它就會去進展 去實現它自身 去actualize itself 去實現它自身 而成為actuality 那麼這樣的一種方式 它就可以來解釋各種生物的變化 這個就是它的這個目的因的說法 以及它的這個潛能與實現的學說 我們當然可以把亞里斯多德這些想法 用在我們的很多日常生活當中 譬如說你在追求你自己的人生的時候 你是要幹嘛 對不對 你是要幹嘛 有很大的一個部分 如果我們用亞里斯多德的這個想法的話 你其實就是要實現你自己 對不對 你有某種potential的東西 作為你的潛能的東西 那這個潛能需要能夠得到實現 它不一定能夠得到實現 一顆雞蛋不一定就孵出小雞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能在孵出來之前 就被你當作早餐吃掉了 早餐吃了一顆雞蛋 你就讓那個雞蛋沒辦法實現它自身 變成一隻小雞 那麼同樣的種子 一個榕樹的種子掉到地上 有些種子可以被太陽曬乾了 有些種子落在石頭上 它沒辦法生根 對不對 那麼有些種子可能什麼 這個下了很多天的雨被浸泡 爛了 濕了 就沒辦法發芽 所以只有一些東西 它能夠去實現它自己 一個小孩子 他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如果他得到足夠的營養 得到足夠的休息 他會長大 但是他也可能什麼 就是長得不太好 為什麼長得不太好 因為沒有得到足夠的營養 那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同樣的 如果你現在要去實現 你自己的內心的精神 你有一些什麼樣的能力 可是你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環境 你也可能沒辦法實現 對不對 我自己覺得 大學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這個環境裡面 讓你的心靈可以接觸到很多事物 對不對 你的心靈能夠接觸到各種不同的科系 然後接觸到不同的社團 接觸到各種不同的奇怪的人 然後你在這些碰觸摸索當中 這個找到你所愛的 找到能夠發揮你的長才的東西 你在那裡面你的某些potential 就被開發出來了 於是你就可以什麼 去追求你所 這個能夠去一掌長才的東西 這個其實是 如果我們從亞歷斯多德的目的來說的話 因為一種潛能 一種很好的 尤其是一種很好的潛能 對我來講 事實上 應該要得到很好的實現 一個國家辦教育 這個其實是我的教育哲學 雖然很少人拿亞歷斯多德的思想 來做這個教育哲學 一個國家辦教育 並不是這個國家有多少個坑 然後就要把什麼蘿蔔塞到那些坑裡面去 如果你沒有這方面的長才 你做這件事情 你會非常的痛苦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本來就有這樣的能力 你做這些事情 你就會駕輕就熟 而且那裡面可能就符合你的興趣 跟你的能力 這樣的一種情況 一個國家辦教育 尤其是像台灣大學這樣的學校 其實就是讓這些學生們 找到他們自己有潛能的東西 然後讓他們去發展這樣的潛能 因為如果這些學生就是最優秀的學生的話 那麼發展出來的那個潛能 當然就不可限量對不對 而不是什麼 逼這些學生說去念一個什麼樣的熱門的科系 相反的是要讓他們內在的潛能能夠獲得實現 對我來講教育的場合 其實就是讓學生的潛能能夠去發展出來的 那樣的一個場合 這個是我在想亞利斯多德的這種目的因的時候 這個所想到的 那麼亞利斯多德的這些說法 其實都可以給我們很多的思考 他在考量的時候 也許他原來考量的只是一個形而上的一種思考 就是他在面對各種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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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想到的這些 because 但是在他的這些考量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運用到很多不同的範圍當中去 這個是有關於這個所謂的 這個我們面對這個哲學的那個 wonder 然後提出那樣的解釋 所以在我們的書裡面他才會說 說這個小孩子所問的那些為什麼 其實跟柏拉圖或者是康德 他們的那些非常嚴謹的著作 所要去討論的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只是小孩子只問了 why 他沒有更多的知識 沒有更多的材料 只是在資料音上面可能是欠缺的 甚至在形式音上面可能也欠缺的 所以你就只能給他一些極光片語的一些回答 但是這些大哲學家他們做的就是什麼 一種全盤的考量 這個差別也許是在這個地方 我很簡單的就是剛剛我已經解釋了詩音說 那我們用詩音說來解釋我的存在 就是有一個小孩子問 這個為什麼有我對不對 或者為什麼有我人對不對 那你當然可以說 從資料音告訴你說你是什麼 你就是一個碳水化合物對不對 你的身體的組成是什麼 你用這種方式來說他 然後跟他說你要好好的攝取營養 或者要怎麼樣 你的身體就是靠這個組成的 這個其實就是從一個資料音的角度來考量對不對 但是你也可以用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個恐龍的DNA 你可以告訴你說 你之所以為你 你長這個樣子 你適量的膚色或者你是什麼 這個跟你的DNA是有關的 那麼這個就是從形式音的方式 來回答他的問題 那麼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說你是誰生的 這種可以說吧 這張是這個非常古老的 這個以前英國的一個貴族的一個系統 就是誰生誰誰生誰 然後不斷的往上對不對 你要你去說這個小孩子你是什麼由來 你是誰生的 誰又是誰生的 那麼就可以不斷的去追溯到這個你的祖先 這樣的一種情況 當然你也可以騙他說 你其實是這個鳥把你弦來 丟在煙囪裡面 那麼這個還是一種動力因對不對 那麼如果你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你可以說你是上帝造的對不對 這個上帝很勤勞地把你這個創造出來 那麼這個就是 就是米開朗基羅所畫的 就在剛剛我們看到 拉斐爾所畫的 那個雅典學院的附近 另外一個壁畫 這個不是壁畫 是天棚畫 畫在這個天花板的一幅畫 那麼就是上帝正在造亞當 所以上帝是動力因對不對 對於基督徒來講 當他們中世紀的時候 他們回頭看這個亞里斯多德的 這個學說 講到世音說 他們就說上帝就是人的動力因 上帝就是人的形式因 因為人長什麼樣子 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 把他造出來的 所以那個人的樣子是上帝想好的 所以上帝也是人的形式因 甚至基督徒會認為 最終上帝也是人的目的因 就是人最終其實就是要回到上帝 OK 那我們還是可以一樣的從目的來考量對不對 那關於目的的考量 就是你還可以進一步的談到 這個一些說法 那我想到的一個就是 寫在這個中正紀念堂裡面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對不對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紀體之生命 我以前還很認真的思考 這是什麼意思 創造宇宙紀體之生命是不是就是生小孩對不對 所以生命的意義其實就是生小孩 感覺好像是這個樣子一樣 那麼當然這裡面可能還有一些別的含義在 但是我們對於這個自己的理解 其實有包含目的因的正面 我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上 我活著有什麼意義 活著有什麼目的 在這個時候我們所考慮到的 事實上就是目的因的一個面向 這個是關於亞歷斯多德的詩音說 我們如果把它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來看的話 就是有關於這個哲學起於這個 wonder 我就順便的提到了康德跟亞歷斯多德的思想 那他在講到這個 wonder 的兩個特性 也就是 puzzlement 跟 all 他說甚至連 puzzlement 都是來自於 all 就是認為 all 是比 puzzlement 要來得更高的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的這個第二頁的地方 我們這本書的這個作者 他說在第二頁的這個第三行 他說 there's an even deeper all and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everything 他這個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我覺得他有點類似他在這個 power one 那個引文裡面 說我也不知道找不到什麼更適當的字來稱呼他 任何東西其實都有一個更深的敬畏在 那麼這種對於世界 對於一切事物的一種敬畏之情 正是在哲學的發聲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根源 那我們書的作者因此也就講到一個這個典故 他說他講到他自己小的時候 這個的一些那個 他說他在他十幾歲之後 他跟他的學長兩個人 就是在那邊講說 以後交女朋友 怎麼跟女朋友接吻 那這個學長就說要有一些接吻的技巧 那你要先練習對不對 那你當然不可能跟學長一起練習對不對 那就什麼 這個這個在棉被裡面練習就是什麼 抱著你的躲在棉被裡面抱著你的枕頭 然後呢就什麼 假裝那個枕頭就是女朋友 然後在那邊找一種比較好的技巧接吻 他說在那個時候他突然的好像進入到一個黑洞裡面去 進入到一個他陌生的世界 然後他突然開始問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啊 就是整個哲學的那個反省就一下子通通都冒出來了 他說他沒想到因為一個可笑的這個練習接吻的這件事情 讓他突然的開始質疑起這整個世界 那麼質疑起一切的東西 那麼這個就是他這裡面所說的Deeper all and everything 這件事情 那他其實只是告訴你說 哲學常常在什麼 你不經意的時候 在你人生可能你根本想不到的那些時候 突然的他就冒出來了 你突然覺得這個世界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產生了一個wonder這樣的一種感受 這個就是他在這個Part 1的開頭的地方所提到的 有沒有想到這個時間過得這麼快 那我們也許等這個下禮拜 再進入到這個第一章的部分 今天我們就先談到這個這個地方 好感動可以 非常感謝 那個這裏的地方 我們就來這裡面 但是我今天來講到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就來講到這裏容 我們在這裏借椅上 我們ベスト 我們在這裏 我們先在這裏 我們就說 我們先來講到這裏 因為我們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就去想等